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我們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五案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余霍委員於報告及尋答完畢後 南省略大體討論 就委員徐國勇等23人 理據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三案進行逐條審查 後於108年4月3日 舉行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選於4月24日除繼續審查上開三案外 並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及考試院 會閒含請審議之法官法部分條文 及第71條第二項法官奉表修正草案等十二案 赴於5月8日繼續審查前十十五案 及委員蔣乃欣的21人理據法官法第43條條文修正草案 將十六案予以並案審查完聚 原親決議本案審查完聚 並案理據審查報告提請任會公爵 約會討論前需加油黨團卸商 約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一剛出席說明 宣讀完畢 請召集委員段委員宜康補充說明 段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件審查會決議 需交由黨團協商 報告院會因協商已逾一個月 無法達成共識 議立法院執行政法第71條之一規定 由院會定期處理 我們願以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依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吳智陽委員發言 並截止發言登記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晚安 這一次法官法的修正 主要的用意是司法院希望提升我國的司法審判官 法官的品質 以及對於長期不受信任的司法 希望能夠有改善 尤其在不適任法官的淘汰上面 希望能夠降低大家對不適任法官的厭惡 然後增加對司法的信任 所以修法的範圍也非常廣闊 從法官的任用 司法的監督 還有法官的會議 法官的評鑑 以及法官的保障等等 皆有牽涉 但是重點我認為 還是在如何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那經過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出審以後 總共有44條的條文 因為沒有共識 保留朝野協商來處理 最後今天 原來有10條的內容是經過朝野協商 沒辦法解決要交由我們大院來處理的 但是國民黨團在此要說的就是說 請執政黨不要忘了 今年1月底剛剛出爐的司法信任度的民調裡面 我國是擁有著58%的民眾 是對台灣的司法是不信任的 這個比例是高於信任司法的25% 然後另外有18%是沒有意見的 而在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度上 有59%的民眾是不信任法官能公平公正的審判 只有25%是表示信任 另外有16%沒有表示意見 在司法改革的工作上 在司法改革的工作上則是有6成以上 達到61%的民眾表示是沒有信心的 換言之在蔡政府執政下的我國司法環境 根本就完全不得民心 所以今天的修法對執政黨來講 他必須肩負責要解決自己的不被民眾信賴 這樣子的一個難題 國民黨團在此呼籲 我們今天的表決一定要對民眾所期待的司法效能的改進 司法透明度的增進 以及司法年齡度的增進等有所呼應 希望大家要多多注意 其實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一切要從司法法官的一個制度來做起 希望今天的司法法官法的修正 能夠改善民眾對我國司法環境的信任 請大家一定要認真來審理來討論 謝謝 謝謝 接著請李鴻鈞委員 李委員不在 接著請周春芈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大家辛苦了 法官法在民國一百年七月六號公布 其中法官評鑑自一百零一年起一月六號施行到現在已經超過七年 但是因為不是司法官的平和淘汰機制的成效不是很好 社會非常的不滿也嚴重影響到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這一屆欄有很多的委員 包括本席都提出相關的一個法官法的修正草案 司法院 會閒行政院 會閒考試院 提出來的法官法修正草案 在今年的四月間送進立法院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在四月就召開委員會的審查 歷經多次的討論協商 也聽取了很多機關跟學者的意見 今天我們提出來的這份法官法的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也綜合了朝野各黨團的意見 有非常大的一些六項的一些一個改革 第一個我們擴大了司法官評鑑的外部參與 首先在評鑑委員會部分 我們從四位的外部委員增加到六位 另外職務法庭的設計 我們也增加了兩名外部的參選員 另外在本次的個案評鑑上面 我們放寬了讓人民來直接參與這個個案的評鑑 也就是在刑事案件上面 被告跟被害人可以來就這個法官 陳審的法官 陳審的假官 來做一個個案的評鑑 在民事訴訟的部分 被告跟原告都可以提起 另外在評鑑的實教上面 我們也做了一個相當程度的延長 還有懲戒程序 採雙軌制 之前法官評鑑委員會認為法官有需要送懲戒的時候 都需要來送監察院來提起彈劾 職務法庭才能夠審判 現在我們縮短了這個時間 職務法庭如果認為司法官有需要送懲戒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來移送我們的職務法庭來做處理 另外我們職務法庭也篡證了大法官市自752號的解釋 才一級二審 這次我們很大的法官法的一些修正 其實在協商的部分 剛剛相關的重點其實都獲得朝野黨團 大家很大的共識 待會大家會討論的條文 其實不會太影響整個制度的運作 除了在48條有黨團主張是外部的參審員要從兩名變成四名之外 那這一條我們待會在該條的時候會來做充分的辯論 謝謝各位委員對這個法官法的參與跟討論 完備不適任司法官的淘汰跟監督的機制 但是我們立法者也有這個責任 要去讓認真的法官有品格的法官 有一個專心審判的空間 有一個安心審判的空間 這才是我們法官法要朝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謝謝 接著請油美女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陳如剛剛周春明委員所講的 這個法官法其實在101年的時候開始實施到今年7年 那法官法的一個修正呢 其實也是斯改國是會議裡面的最重要的 那法官法裡面的修正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官的一個評鑑 法官跟檢察官的評鑑 因為事實上我們也知道說 對於法官或是檢察官的這樣的一個司法的信譽呢 一直沒有辦法來提升 人民對他的最司法的信任一直是沒有辦法提升的 那最主要的就是對於這些不適任的法官的淘汰 一直沒有發揮積極的功效 所以為了發揮積極的功效 這一次的修法的一個特色呢 第一個就是希望能夠讓擴大能夠申請評鑑的人 就是讓當事人犯罪被害人他都能夠去申請評鑑 那同時呢也把這申請評鑑的這個請求的時效呢 把它拉長讓他是裁判確定之後 因為事實上在訴訟中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是不敢去申請評鑑的 那並且呢在這整個一個參與的過程裡面 讓被評鑑人以及呢申請的人 都能夠有這個資訊的取得權 那同時呢他都能夠去閱券 那另外呢在也簡化了這整個一個 這個評鑑的一個程序 讓這淘汰的程序 就剛剛所講的在所謂採雙軌制 就是今天呢評鑑委員會的認為 這個應該要送評鑑的這些被評鑑的人的話 他可以直接送職務法庭 而不需要再透過監察院 那同時呢也讓這個評鑑委員會 以及呢這職務法庭 都能夠增加外部的一個監督 不會讓這個 就是所謂的同溫層 那大家觀觀相互 所以呢對於這評鑑委員會呢 增加了兩名外部的委員 同時職務法庭呢 也讓這個參審員也增加兩位的參審員 那另外呢也最重要的也就是剝奪 這個還有減少退休金退養金的 這樣一個懲戒的一個種類 那另外呢就是說如果他有犯貪污罪的話呢 那就必須要把他過去的停止 如果判決有罪確定的話 那他停止期間的所領的這薪水呢 要再把他追回 那同時的為了保障被評鑑人的這個權益呢 也採二審 這個職務法庭呢 採二審制 那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保障被評鑑人的這個權益 那以上我們期待呢 等一下這個審查的時候 大家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法案呢 能夠完整的通過 謝謝 接著請柯建民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的宴會 我們馬上要審理法官法 但是在這裡我還是要譴責國民黨 今天我們在立委案 從來沒有草野行 大家講好了 然後一條一條大家走過了 結果工廠管理輔導法 既然前按否定 造成國民黨內部往內輔打 一下開放 一下反對 一下在這裡邀功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請問 假如這樣的話 邏輯這樣錯亂的時候 國民黨 重緩執政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自己想清楚 那剛才也跟 政民中委員拜託 法官法不要這樣搞下去的 我這樣委員剛才在這裡講 法官法 這位的期待 所以今天我在這裡 我們要講一個就是說 最重要 事外改革重重之重 是法官法 法官法其實也不是一個新的課題 從國會前面改選1993年以後 整個民主化浪潮 台灣整個民主化的過程中 法官司法改革 從來是永遠一個題目 所以我們看到1993年國會前面改選以後 1994年 施啟陽院長 成立了司法改革會 1999年的時候 翁衛生院長 成立了司法改革會 然後呢 到這邊我們看到 2011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法官法第一次通過 那是 那是2011年的時候第一次通過 我前程參與審議 所以我在這裡告訴各位 今天 這是第二次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司法改革裡面最重要就是這個法 我們立法委員的同仁 我們要想一想 這會期我們通過司法改革法案 大部分都處理過了 包括 保重事件法 包括大法庭 包括憲法訴訟法 現在沒有處理 大概只有賠審和參審的問題 所以今天法官法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 當然這次修正的重點 很重要就是 法官的推廠機制 就是評券委員會以及職務法庭 另外比較重要的請大家不要忘記 第35條 有關於個人評券的問題 現在全部開發 以前要司改會送 現在是前面 任何一個當事人被害者 都可以去檢舉 都可以送法官的評券 這是 這樣的制度打開 是全世界所沒有的 然後我們還要引入 引入什麼 引入 執務法庭的參審制 所以我希望這個法能夠順利通過 歡迎 憲憲 請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主席 主席 本院委員 今天立法院 終於在這個會期的臨時會 排審上了法官法 這是一個讓人民期待非常久的修正草案 2011年6月13號 那天晚上 我當時還是在學界服務的學者 我與一群長期關心法官法的法學教授 NGO的團體 我們召開了緊急會議 我們召開緊急會議是要抗議 要呼籲當時的國會 不要去立一部恐龍法官法 那天晚上朝你出來的聲明 有108個民間團體連署 可惜的是 這一份聲明 從有關於監督淘汰不適任法官 最源頭的人事審議委員會 到評鑑委員會 到職務法庭 我們提出了我們的觀點 我們說如果就這樣通過的話 這位是一部不及格的法官法 遺憾的是 2011年6月16號 立法院還是通過了這一部 法官福利保障法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造成的結果是 一個又一個 被送到所謂評鑑委員會 被送到所謂職務法庭 不適任的法官跟檢察官 被輕輕的重放 這樣的歷史 這樣子的過程 我當然第一個 我要譴責的是當時的馬政府 是當時國會的最大黨國民黨 是當時保守的司法院賴浩米 今天我們終於有不一樣的國會了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來檢驗 我們在2011年 我們所提出的草案 由民主進步黨所領銜提案的草案 這個草案的理想 還是還在不在 還是換了位置 就換了腦袋 當初的理想 因為席次不夠沒有辦法過 今天席次夠了 還是沒有辦法過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必須要向社會解釋 要向人民負責 特別重要的事情是 兩年前 在我們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 開了施改國事會議 許多重要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都跟這次法官法的修正有關係 這個施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寫在法官法裡 今天晚上會不會通過呢 就是我們施改國事會議 到底是不是一個大拜拜 最好的考驗 登記委員軍理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 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 執政黨民進黨團 願意先禮讓在野黨版本優先處理 現在進行第二條 請宣讀條文 選查會議第二條 本法所稱法官取下列各款人員 以司法院大法官 二公務員 陳建委員會委員三個法院法官 前向第三款所稱之法官 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世俗法官候補法官 本法所稱法院及院長 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及其委員長 本法所稱司法行政人員 指於司法院及法官學院辦理行政事項之人員 民進黨黨團修正中意第二條 本法所稱法官指下列各款之人員 一司法院大法官 二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委員三個法院法官 前向第三款所稱之法官 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世俗法官候補法官 本法所稱法院及院長 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及其委員長 本法所稱司法行政人員 本法所稱司法行政人員 除有特別規定外 包括世俗法官候補法官 請曾民眾委員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主席 各位同仁大家好 法官法官要不要修正 當然要修正 而且要廣泛的修正 我們來看看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 中正大學犯罪研究所最新的調查報告 我國人民對於法官的信任度持續下降 比起上次調查結果 還下降了1.2%的百分比 吹長的信任度 只有21.9% 也就是只有兩成的民眾 相信法官可以公正的審判 另外依照司法院自己的調查報告 只有32%的民眾 認為我國的法官可以公正判決 63.1%認為是不公正 所以法官法當然要修正 另外蔡總統在105年11月15號 司改國事會議的時候 還舉行司法 不要發生有權判生 無權判死的情況 連你們的總統對司法 都不改任何的信賴度 這一次法官法的修正 是司法改革配套法案 修正的重點是強化 法官個案評鑑制度 由院方檢方律師學者社會公正人數組成的 法官評鑑委員會 希望開除不好的法官 大方向贊成 但是各位看看 歷史這個多月的司改國事會議 雖然已經落幕 但民眾對司法的信賴度仍未好轉 甚至每況一下 而且政府全力推動的司法改革 民眾不滿意度高達80.9% 再講一次 高達80.9% 顯見蔡政府的司法改革 完全失敗 國民黨認為這一次的修正內容 沒有提供相關良好的配套措施 國民黨拒絕背書 希望能夠建立不願意 拿出更好的修正版本 所以剛剛柯總召 雖然我們進行兩天的協商 基本上大方向贊成 但是你看看他的發言 剛剛發言的情況 你要面子 也要理智 還要國民黨配合你的投票 國民黨拒絕背書 這個法官法的修正 而且對剛剛柯建民的發言 國民黨給予最高的選擇 這是什麼執政黨 面子也要理智的也要 程序還要國民黨配合 非常可惡 謝謝 登記委員軍理發言完畢 報告委員會 法官法修法各條 皆一 蓄以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請問委員會本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有意 有意 我們就進行表決 現在表決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請訂stroke 臨時 ров悶 恨 2 ti 狂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6人 赞成66人 反对19人 弃权1人 赞成者多数 第二条 照民进党团再修正东义条文通过 现在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 现在进行重复表决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詞曲 李宗盛 許永明委員、高陸議員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以時代力量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表決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68人 反對21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二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繼續進行第四條 請宣讀條文 司法院行政院考試院提案第四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依法審議法官身任免轉任解職簽調考核 獎成專業法官資格認定或授與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延任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 並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知事項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證主席 屬於第一款委員外 其他委員任期一年的連任一次名額及傳扇這方式容下 以司法院院長指定十一人 二 法官代表十二人 最高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及公務員成屆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 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選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庭家事法院法官代表八人 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三 學者專家三人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檢察官 律師以外之人三人 送司法院長林平 選者專家對法官正出任 再任 轉任解職 免職講成 候補事署 法官予以釋述之選查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有表決權 對其餘事項僅得列席表示意見無表決權 傳授懲戒者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委員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提出人事議案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 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 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資的條件 產生方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審議規則涉及法官任免 考基因及奉簽料及包獎之事項者 由司法院會同考試認定之 委員周春敏等提案第四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 轉任解職 簽調 考核講成專業法官資格認定 或授予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論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 應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向委員會以司法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 除第一款委員外 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 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容項 以司法院長指定十一人 二 法官代表十二人 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成績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 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採選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僵士法院法官代表七人 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選者專家三人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三人 送司法院員長林平 選者專家對法官之出任 在任 轉任解職 免之講成候補事署法官予以 事署實受之審查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陣事項有表決權 對情與事項僅得列寄表示意見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折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違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提出人事因案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 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次的條件 傳承方式等有關事項之奔法 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審議規則涉及法官任免 扛基其奉簽料及褒獎之事項者 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四條 司法院涉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法審議法官之任免轉任解職簽調 考核獎成專業法官資格認定或授予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 因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 除以第一款委員外其他委員任期一年的連任一次 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如下 以司法院院長指定十一人 二法官代表十二人 最高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成建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 高等行政法院整治會 參選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地方法院幾少年級 家事法院法官代表七人 由更及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 缺者專家三人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 律師以外均人三人 送司法院院長林平 學者專家對法官之 出任在任 傳任解職免職講成 後捧事署法官予以事署 實受之審查及第十一條 所規定之嚴任事項有表決權 對其餘事項僅得列席 表示意見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 則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違向司法院人事成一委員會 提出人事議案所設置至各種委員會 其委員會成員應由法官學者專家 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至次的條件 產生方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審議規則涉及法官任免 考基即奉簽證及包獎之事項 則由司法院會同考核是願定之 民進黨黨團及時代列樣黨團分別提案 再修正動議第四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法審議法官軍任免轉任 且至簽證考核獎成專業法官資格之認定 或授予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 及其他法律規定 應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向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並任主席 除了提款委員外 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 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如下 以司法院院長指定11人 二、法官代表12人 最高法院法官代表1人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成績委員會委員代表1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2人 高等行政法院職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代表1人 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代表7人 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學者專家3人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人3人 送司法院院長林平 學者專家對法官制出任 在任轉任前職免職 講成候補世主法官予以釋述 實受之選章即定11條所規定之言論順項有表決權 對其餘事項僅得列席表是一件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者不得擔任第二項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違將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提出人事因案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 及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 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條件 傳證方式等有關事項之奔法 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審議規則涉及法官任免 考級疾奉簽調及包獎之事項者 由司法院會同考之願定之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四條 司法院設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法審議法官軍任免轉任解職簽調 考核獎成專業法官次的認定或授譽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及其他法律規定 應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項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 二法官代表十四人 最高法院法官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及公務員成建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 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裁選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將日法院法官代表十人 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學者專家五人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居任三人 送司法院院長領聘 學者專家對法官生出任 再任 轉任 解職 免職 獎成 後補世俗法官予以世俗 時送至審查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有表決權 對其餘事項僅則列席表示意見無表決權 曾受懲戒者不得擔任定業相職法官代表 司法院委員向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提出人事議案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 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選者專家 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仍是審議委員會委員之資格條件 產生方式等有關事項之辦法及其審議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純議規則順及法官任免 考經濟奉簽調及褒獎之事項者 由司法院會統考試院定之 宣論外畢 現在一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吳智陽委員 並截止登記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這一條是關於司法院人審會的組成 司法院的修正版還是維持現行的條文 是由司法院院長指定的委員11人 各級法院的法官12人 以及其他的專家學者3人 我們有看到時代力量的修正版是司法院指定換7人 法官代表14人 專家學者5人 那其實這個人數的部分 我覺得這整個法律關於人事的部分 一直會有一個兩難 也請大家要考量 就是說我們都希望外部的力量能夠擴大的參與 然後能夠強化外部的監督力道 主要就是希望司法院不要變成一個官官相互的地方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看 當我們讓太多的外部參與到司法院裡面的運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又擔心到一件什麼事呢 就是司法的獨立性會不會受到破壞 這個就是一個兩難的事情 所以大家在今天審查我們各個條文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兩個事情思考在腦子裡 不是一味的往兩個極端走就是最好的 我隨便講一下 像司法院人審會它主要是負責人事的組成 升官任免考核獎程等等 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程度應該是司法院院長它的人事權 以及它掌管的這個司法院如果有任何人事上面的處理不妥當的話 它應該要有司法院院長要負全責的 所以應該是要有一個全責要分 要有一個符合責任政治的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把這個司法院院長指定的人數大量降太多的話 其實我覺得雖然有外部的力量強大的參與 但是很可能會造成一個全責不分的部分 這個是要請大家要多考量 那另外就是外部的專家學者 它的來源也必須要注意一下 它的領選會不會有不公偏頗的地方 那遇到緊急要處理的人事的個案 會不會因為它對相關的人事法規的比較不熟 而導致延誤的處理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討論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認為司法院原來這個版本 如果運作上沒有特別的問題的話 盡量不要去改 那其他關於職務法庭我是贊成多一點 接著請柯建民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剛才在廣案討論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熟悉 就是非常憤怒 康海激昂的臉孔 然後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委員 我在這裡告訴你 廣公委也有意氣的 不是亂掰的 你要瞭解 法官法在2011年到2011年 經過兩年的審查 那時候我是天成參議審查的 今天在做沒有一位在 而且我是一個人 跟當時的司法院秘書堂 理應警方辦公室談了25次 朝偉協商十幾次 這樣一路走來 當然在那時候的環境底下 我們把司改會所有版本 能夠納入全部納入 跟古語雄 林宏正等等 然後通過的時候 林宏正 當然司改會秘書長 還要傳個簡訊 來表示感謝之意 所以要知道 一個制度改革 不是用說的 那個叫做好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是 另外一個事情 你講的司改國事會議 司改國事會議 哪一點違背司改國事會議 2017年也請你看一下 一旁動作大家不在眼看 2017年4月分的時候 第四次戰第六次的司改國事會議 有關司改國事會議的結論 在這地方哪一個違背 所以對於法官平均委員會 要增加外部委員 也增加了兩個 四個增加到六個 司復法庭引入了參審室 外部委員也進來了 但是你的強法就是說 什麼要抓到極端 結果剛才吳志強委員所談的 你覺得最極端才表示你有改革之意 請問 這樣你這個最極端是所有的 全部到外面的人來決定 架空了十萬院長 架空整個結社機制 整個整個機制 包括今天 我們要談的第四條一樣 能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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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做什麼事情 任免 解釋 轉任 簽證 考核 還有獎成 這個是內部前責要相扶 你把司法院院長把所有行政體系 人稱排除 你把這個結構完全改變 本來是司法院長十一個 那票選了十二個 外部三個 這個是好不容易 那上次我爭取來了 你現在把外部委員 林選了趕快十四個 完全架空 也就是說 司法行政體系完全破壞 這個前責不相符 所以我今天要在這一稿 看大家好好看版本 不是講集專 那就是太好 這根本做不到 你能整個體制破壞掉 有什麼不能改的 大家都全部面對 該改的全部改的 尤其這是開放的個人評鑑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院長 本院委員 今天站在這邊 討論法官法 的確是應該理性討論 就事論事 對於剛剛柯建民委員 對我的指教 我除了表示遺憾 還是遺憾 我們就來就事論事吧 剛剛柯建民委員所聲稱的 他很辛苦的 跟林警方協商了二十幾次 最後好不容易通過的法官法 最後所產生的效果是什麼呢 最後產生的效果是 他不僅被民間團體 評為五十分的法官法 而且在過去這六年當中的實踐當中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 應該要被監督 應該要被淘汰 不是任的法官 在這個機制裡面 根本沒有辦法發揮他的作用 就有關於第四條 人審會部分的處理 的確 他是在處理法官內部的升遷 他是在有關於法官內部的講程 但是所有了解司法改革的人都知道 比起評券委員會 比起職務法庭 人審會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這個人審會裡面 絕大多數 全部都是法官群體的代表 學者專家外部的代表 只有幾個人 按照我們今天司法院 以及民進黨執政黨團提出來的 在二十幾個人裡面 只佔了三個 時代力量的版本有很極端嗎 時代力量的版本希望 學者專家多兩個 從三個提升到五個 這樣很極端嗎 我們希望院長 不要指定十一個這麼多 希望能夠少一點到七個 讓學者專家多兩個 讓法官自主選舉出來的多兩個 這個到底哪裡有什麼破壞 整個司法在人事審議委員會 應該有的體系呢 剛柯建民委員講一句話 我非常認同 我們說話要有憑有據 我手上正是柯建民委員 領銜提案 非常多民進黨委員 共同聯署 在2010年所提出來的法官法 在內部法官法裡面 民主進步黨的主張是什麼呢 司法院院長在二十幾名委員裡面 提名幾個人 七個 七個 奇怪了 今天柯建民委員 當初所支持的法案 當初所認同的法案 怎麼到了今天自己執政了以後 在他的口中 在他的眼中 變成一文不值的法案 在立法理由裡面寫得非常的好啊 在立法理由裡面寫說 為了使法官人事制度 民主化自由化透明化多元化 提升人審會的層級 確保其職權行使的審慎超然 所以在二十幾個委員裡面 他只給司法院院長幾個 七名委員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版本 做不到嗎 做得到啊 當初舉手表決會輸 今天舉手表決會贏啊 到底變了什麼 進行處理前 請議事人員補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第四條 再修正東一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東一條文 第四條文 下面要先來 司法院市人事審議委員會 依法審議法官去任免轉任 解職簽調考核獎成專業法官 資格認定獲授與 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 及其他法律規定 因由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之事項 前下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登壤委員並任主席 除第一款委員外 其他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一次 名額及產算之方式如下 以司法院院長指定七人 二法官代表十四人 最高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及公務員陳建委員會委員代表一人 高等法院法官代表二人 高等行政法院及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代表一人 地方法院及少年及家事法院法官代表十人 由各級法院法官互選之 三學者專家五人 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五人 送司法院院長領聘 學者專家對法官之出任在任轉任 解職免職講成後補世屬法官予以世屬 時頌之選查及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嚴任事項有表決券 對情於事項僅得列席表示一件無表決券 承受承接著不得擔任第二上之法官代表 司法院為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 提出人事議案所設置之各種委員會 其委員會成員應有法官學者專家 律師或檢察官代表之參與 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之四個條件 產生方式等有關係強制頒法 及其權益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但權益規則涉及法官任免 靠積極奉簽料及包獎之實項者 由司法院會同考試願定之 宣讀IP 好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處理 民進黨團要禮浪時代力量黨團 所以我們就先表決時代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幹 Berg 我 wa file那是 練習手 南 漫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5人 反對88人 棄權0人 贊成則少數 實在力量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接著表決 民進黨黨團 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廖國動委員聲明 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謝謝 谢谢大家 表決結果出席 85人 贊成83人 反對0人 棄權2人 贊成者多數 第四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院會休息5分鐘 現在休息 贊成者多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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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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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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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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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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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观看 看 观看 观看 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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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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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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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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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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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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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社會痛心 主席 本院委員 2011年發生了讓臺灣社會痛心 讓最高法院蒙羞的一個醜聞 一個最高法院的院長蕭養龜 為了他自己的小孩 去關說在高等法院的審判長 再由這個審判長進一步去關說 這個受命的法官 最後他的小孩得到了無罪判決 這個關說對這個無罪判決的結果有沒有影響 已經成為無頭公案 但是這件事情的發生 讓我們見識到了不僅什麼是關關相戶 更見識到了司法官說的可怕 更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在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蕭養龜法官跟他最高法院的同僚們 都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嚴重啊 以前都是記憶大過就可以處理了 導致連下級審法院的法官都看不下去 說先談法官本身的恥感不足 恥是羞恥的恥 小法官根深蒂固的認為自己沒有犯錯 不過就是關說而已 從這裡開始 吹起了最高法院改革的號角 大家開始去追問 我們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怎麼產生的 原來都是要由這些最高法院 法官同僚們點頭的人 才可以上到最高法院 在這個匠剛文化當中 培養出來的溫床 是讓蕭法官覺得這種事情哪有什麼 何其可怕 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目前最高法院選任的方式 即使在法官法通過了以後 為什麼成為兩年前施改國事會議的改革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不要再藉由過去那樣的方式 來挑選最高法院的法官 也就是在蔡總統所主持的施改國事會議當中 總結會議 透過兩次舉手表決 過了這個案子 我了解 過了這個案子 被抹黑成說 總統的政治黑手要伸進去 但是我在協商就講了 你不要為了要把熱水倒掉 連裡面的嬰兒都倒掉 由林選委員會來選 這正是司法院 考試院 行政院 會同 提出來的版本 我們去除了總統任命 可能引發的爭議跟政治性 我們保留了林選委員會 他有的優點 接著請柯建民為員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好不容易能夠在黃河通委員後面講話 一以波刺 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爭議的問題 其個案國會電腦大放結石 隱翼失憶 都要大家都不理會 根本師愛國事會議 哪一點不是我們想 師愛國事會議 師愛國事會議 你們所要的 我們今天都處理 師愛國事會議裡面 對於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法院院長 最高法院的法官 本來是金字塔的 要全部用總統的特輪 這個當然收到反對 剛才斷康委員 語音講得非常清楚 黃河通委員的版本是什麼 我先回答你剛才講的說 八年前我提出的版本 是四塊版本 你今天還是用八年前版本嘛 八年前版本是怎樣 在讓情境底下 民進黨只有十二七個人 整個法官要修正 當然師愛國事會 師愛國事會 所提版本 是最理想性的 很多法案都是用來叫版用的 當然有 立法策略的問題 我們過去看到 當馬英九要聽官審制的時候 我們提出參審制 以及培審制 這個就是要來 整個立法策略的問題 今天在這種情形 在立法院比比皆是 但是在這裡要回歸到 一個正常的理性的探討 你現在把最高法院的院長 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最高法院的法官 全部用林檢委會 請問大家了解 什麼叫林檢委會 林檢委會 全部是外部的 全部法官是六個票選的 你們有律師 你們有檢察官 包括法官的票選 包括社會工人士 全部是外部 市外院長只有一個人而已 十九分之一 然後這樣的沒有道德風險嗎 律師也參加進去 然後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 任命最高法院的院長 這是剝奪總統的提名權 而且整個體制破壞 你知道這個是要改革啊 這個叫整個制法體制破壞 這個叫民主化 不是這回事情 請你不要再蠱惑 不要再好像你講的才對 你已經被揭穿了 林檢委會來解決所有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全部外部人來處理 然後用票選的 打開 那就外面的人掌控所有的一切 這裡沒有其別之身 有什麼都有 拍攝之身都有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性的課題 請黃工商委員 你不要再妖言厚重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是 已經快點了 快點了 已經快點了 表決結果 出席90人 贊成26人 反對63人 棄權1人 贊成則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力條文不通過 國民黨提議重複表決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許藝人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彩博博白 得非常的 toujours 均勤 表決結果出席93人贊成28人反對64人棄權1人 贊成則少數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接著表決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在錄雛下左右 三四五五五十五五十七號 三二九四五十八九中 三六十五十六十六下 三四十七號 三六十八九中 八六十六十九五十六十七號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93人赞成63人反对30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五条之一照民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不予真定 国民党团要求重复表决 敬明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结结果出席93人赞成64人反对29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五条之一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不予真定 现在进行真定第五条之二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议件第五条之二不予真定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五条之二不予通过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五条之二不予采纳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党团再修正动议 民进党团要求敬明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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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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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6人赞成63人反对22人弃权一人 赞成者多数第五条之二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不予针定 现在进行第七条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七条 出任法官者出因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直接分发任用外 应经临选合格 承认法官因故离职后申请再任者一同 司法院设法官临选委员会张立法官之临选 前向临选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其他委员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 名额即产生之方式如下 一考选部代表二人由考选部部长指派 二法官代表六人由司法院院长提名 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宋请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 从中审定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交法官票选 三检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务部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宋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检察官票选 四律师代表三人由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各地律师公会个别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宋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全国性律师票选 五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共六人 学者因包括法律社会及心理学专长者 由司法院院长领聘 第二项委员会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并担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会议时 由其指定之委员代理之 委员会之决议应以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前项总人数应扣除任期中且之 始亡至初缺之人数 但不得低于十二人 领选委员会之审议规则由司法院定之 司法院院长领聘 领聘第三项第五款委员时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领选委员之资格条件 票选程序及委员出缺之地补等 有关事项执办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分别定职 并各自办理票选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七条 出任法官者除以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 直接分发任用外 因经领选合格 承认法官因故离职后申请再任者一同 司法院设法官领选委员会 葬立前项法官之领选 及其他法律规定办理之事物 前项领选委员会 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其他委员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 名额及产生之方式如下 一考试院代表一人由考试院推派 二法官代表七人由司法院院长 提名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送请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 从中审定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交法官票选 三检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务部 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送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检察官票选 四律师代表三人由律师公会 全国联合会各地律师公会 各别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送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 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全国性律师票选 五学者及社会公正人事宫六人 学者应包括法律 社会及心理学专长者 由司法院院长领聘 第二项委员由司法院院长 第二项委员会由司法院院长 召集并担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会议时 由其指定之委员代理之 委员会之决议应以委员总人数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前项总人数应扣除任期中解职 死亡至出缺制人数 但不得低于十二人 临选委员会之审议规则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临选委员会委员任意性别 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临选委员之资格条件票选程序 及委员出决之递捕等有关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事工会 全国联合会分别定职 并各自办理票选 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分别提出在修正动议第七条 出任法官者 除以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 直接分发任用外 应经临选合格 承认法官因故离职后申请再任者一同 司法院设法官临选委员会 长理前项法官之临选 及其他法律规定办理之事物 前项的应选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其他委员任期二年 得连任一次 名额及产生之方式如下 一考试院代表一人由考试院推派 二法官代表七人由司法院院长 提名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纵情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中 从中审定应选名额二倍人选交法官票选 三检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务部 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纵情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 应选名额二倍人选办理检察官票选 四律师代表三人 由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各地律师公会个别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纵情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 应选名额二倍人选办理全国新律师票选 五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共六人 学者应包括法律社会及心理学专长者 由司法院院长领聘 第二项委员会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并担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会议时 由其指定之委员代理之 委员会之决议应以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员过半数之同意行之 前项总人数应扣除任其中解职死亡至出缺制人数 但不得低于12人 临选委员会之审议规则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临选委员会委员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临选委员之资格条件票选程序及委员出缺制逮捕等 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司法院行政院 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分别定之 并各自办理票选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七条 出任法官者除以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直接分发任用外 应经临选合格 承认法官应故离职后申请在任者一同 司法院设法官临选委员会 讲理前项法官之临选与其他法律规定办理之事物 前项临选委员会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其他委员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 名额及产生之方式如下 一考试院代表一人有考试院推派 二法官代表七人由司法院院长提名 应选名额三倍人选送请 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 从中审定应选名额二倍人选交法官票选 三检察官代表一人由法务部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送请 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检察官票选 四律师代表三人由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 各地律师公会个别推举应选名额三倍人选 送请司法院院长从中提名应选名额二倍人选 办理全国性律师票选 五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共六人 学者应包括法律社会及心理学专长者 由司法院院长领聘 第二项委员会由司法院院长召集并担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会议时 尤其指定至委员代理之 委员会之决议应以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员过半数至同意行之 简向总人数应扣除任期中解职死亡至出缺制人数 但不得低于12人 领选委员会之审议规则由司法院定之 法官领选委员会委员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领选委员之资格条件 票选程序及委员出缺制逮捕等有关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分别定之 并各自办理票选 宣读完毕 现在已登记顺序发言 请黄国昌委员 并截止登记发言 主席本院委员第七条有关于林选委员会的组成 最后在协商的时候接纳了时代力量党团的建议 把考试员的代表少了一个人 但是在刚刚漫长的条文宣读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领选委员会 它的外部化 它的多元化 它有法官的代表 也有外部的代表 而这个林选委员会 它核心的功能 其中之一 如果有参加司改国事会议 而且是认真的参加司改国事会议的人 就会知道 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挑选最高法院的法官 这也是为什么司法院版 行政院考试院联合的版本 本来的第五条之一是怎么规定的呢 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法官 应由司法院院长提名英选院长名人一人 英选法官名额两倍的人选 由法官林选委员会临定 曾请总统任命 由法官林选委员会临定 曾请总统任命 刚柯建民委员 在堂堂的国会殿堂里面 所有黄国昌妖言获仲 奇怪了 白纸黑字的条文出来 难道今天是司法院考试院行政院联合的版本 在妖言获仲吗 这不是规定林选委员会吗 这个条文怎么来的呢 如果不是只是去司改国事会议亮个相 没有认真的讨论 没有认真的聆听 人家在讨论什么 怎么会连这么基本的最高法院的改革都不知道呢 过去这段时间产生争议的只有说 是不是全部都要给他特认官啊 是不是要给他总统任命啊 这有争议 所以在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里 没有总统任命这件事啦 大家不用担心 总统的政治黑手伸进去啊 但是有林选委员会选 这个司改国事会议 大家的讨论 这个我们执政党的司法院行政院 加考试院联合的版本 没想到今天被我们民主进步党党团的总召形容成妖言惑众 到底是谁在妖言惑众啊 到底是谁连法条的文字都看不懂啊 白纸黑字写在这里啊 最高法院的改革不重要吗 今天动都没动 要参与司改国事会议所有的专家学者民间代表 清何以堪 报告院会 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分别所提再修正动议第七条条文相同 所以一并处理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 现在表决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 大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多数第七条 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国民党团提议重复表决 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结果 出席89人赞成67人反对 22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七条 照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九条 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议意见不许修正 维持现行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九条 据第五条第一项第一款资格 经临选者为候补法官 候补期间五年 候补期慢审查及格者 遇事属 事属期间一年 因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 直接分发任用 为法官者一同 据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 至第七款 第二项第三款 至第七款资格 经临选者为 事属法官 事属期间二年 曾任法官检察官并任公务人员 合计十年以上 或执行律师业务十年以上者 事属期间一年 第一项候补法官 第一项候补法官 于候补期间 轮办下列事物 但司法院得事实际情形 着余调整 一 调至上级省法院 办理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四条 第三项 行政法院组织法第十条 第五项之四项 期间为一年 二 冲任地方法院 合议案件之裴夕法官 及休明法官 期间为二年 三 独任办理地方法院 少年案件以外之 民刑事有关裁定案件 民刑事检疫程序案件 民事小额诉讼程序事件 或刑事检视审判程序案件 期间为二年 候补法官于候补 第三年起 除得独任办理前项 第三款事物外 令得独任办理刑事诉讼法第376条 第一款第二款所列之 罪之案件 候补法官应以第三项各款之次序轮办事务 但第一款与第二款之轮办次序及其名额分配 司法院未应业务需要得调整之 第二款第三款之轮办次序 各法院未应业务需要得调整之 对于候补法官事署法官应考核其服务成绩 候补事署其满时 应承报司法院送请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审查 审查及格者遇事署实受 不及格者应于二年内在于考核 报请审查 人不及格时 停止其候补事署 并予以解职 前项服务成绩项目包括学士能力 敬业精神裁判品质平得操守 及身心健康情形 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 为服务成绩之审查时 应征询法官临选委员会意见 为不及格之决定前 应通知受审查之候补事署法官呈出意见 司法院为审查候补事署法官裁判或相关书类 应组成审查委员会 请任其审查标准由司法院令定之 候补事署法官与候补事署期间办理之事物 服务成绩考核及再与考核等有关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动议第九条 居第五条第一项第一款资格经临选者 为候补法官 候补期间五年 候补期满审查及格者 寄议事署 事署期间一年 因法官检察官考试及格直接分发任用为法官者一同 居第五条第一项第四款至第七款 第二项第三款至第七款资格经临选者 为事署法官 事署期间二年 承认法官检察官并任公务人员合计十年以上 或执行律师业务十年以上者 事署期间一年 第一项候补法官与候补期间 轮办下列事物 但司法院得事实际进行作与调整之 一调至上级审法院办理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四条第三项 行政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五项知事项 期间为一年 二冲任地方法院合议案件之 裴夕法官及寿命法官 期间为二年 三读任办理地方法院少年案件以外之 民刑事有关裁定案件 民刑事检疫程序案件 民事小额诉讼程序事件 或刑事检视审判程序案件 期间为二年 候补法官与候补第三年起 除得独任办理前项第三款事物外 并得独任办理刑事诉讼法第376条 第一款第二款所列罪之案件 候补法官应依第三项各款之次序轮办事物 但第一款与第二款之轮办次序 及其名额分配 司法院未应业务需要的调整之 第二款第三款之轮办次序 各法院未应业务需要的调整之 对于候补法官次署法官 应考核其服务成绩 候补事署期满时 应承报司法院送请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审查 审查及格者予事署失授 不及格者应于二年内在于考核 报请审查 人不及格时停止其候补事署 并予以解职 前项服务成绩项目 包括学士能力 敬业精神 裁判品质 凭着遭守及身心健康情形 司法院人事审议委员会 为服务成绩至审查时 应征询法官领选委员会意见 为不及格之决定前 应通知受审查之候补事署 法官呈出意见 司法院为审查候补事署 法官裁判或相关书类 应组成审查委员会 其任期审查标准等 由司法院领订之 候补事署法官于候补事署期间 办理之事务 服务成绩考核及再与考核等 有关事项之办法 由司法院定之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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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表決結果 出席86人 贊成64人 反對22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第九條 照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國民黨團提議重複表決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4月4日 表決定 8月4日 橋公文 總複表決結果 出席85人 贊成64人 反對21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九條 遭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現在進行第十條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意見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條 不予通過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十條 不予修正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民進黨議員也是如此 居正居定完畢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5人赞成64人反对2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十条 遭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我们党团要求重复表决 敬余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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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64人反对 24人反对24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十条 遭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十二条请宣读条文 审查会议件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十二条不予通过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十二条不予修正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民进党团再修正动议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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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出席八十八人 赞成六十四人 反对二十四人 弃权零人 赞成者多数 第十二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 精明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说明文不予修正显时 询剧 国民党团就很可望 国民党团提议重的说明文不予修正 国民党团 light na 菲兰金 国民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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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88人 贊成64人 反對24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第十二條 造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接著進行第十九條 請宣讀條文 審查會意見 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九條 不予通過 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十九條 不予修正 宣讀完畢 現在表決民進黨團再修正動議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字幕志愿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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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表決結果出席87人 贊成63人 反對24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第十九條 照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通過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國民黨黨團提議重複表決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國民黨團隊通過維持現行條文 等足夠了 選擇 香港人 選擇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30条 请先读条文 审查会通过第30条 司法院设法官评鉴委员会张立法官之评鉴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应付各案评鉴 一 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75日起 已于6年未能裁判确定之案件 有事实主任应故意或重大过失 至审判案件有明显违误 而严重侵害人民权益者 二 有第21条第一项第二款情势 请节重大 三 违反第15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 四 违反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或第18条规定 请节重大 五 违反办案程序或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 请节重大 六 无正当理由实验案件之进行 致影响当事人权益请节重大 其 违反法官伦理规范请节重大 单纯是用法律之见解 不得据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由 民进党党团修正东西第30条 司法院设法官评鉴委员会张立法官之评鉴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应付个案评鉴 一 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系数日起 已于6年未能裁判确定这案件 由事实主任应故意或重大过失 至审判案件有明显违误而严重侵害人民权益者 二 有第21条第一项第二款情势请节重大 三 违反第15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 四 违反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或第18条规定请节重大 五 违反办案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请节重大 六 无正当理由实验案件之进行 致影响当事人权益请节重大 七 违反法官伦理规范请节重大 适用法律之见解不得就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有 民进党党团在修正东西第30条 司法院设法官评鉴委员会讲理法官之评鉴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应付个案评鉴 一 裁判确定后或自第一审系数日起 已于6年未能裁判确定这案件 有事实主任应故意或重大过失 至审判案件有明显违误而严重侵害人民权益 二 有第21条第一项第二款情势请节重大 三 违反第15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 四 违反第15条第一项第16条或第18条规定请节重大 五 违反办案程序规定或职务规定请节重大 六 无正当理由职验案件之进行 致影响当事人权益请节重大 七 违反法官伦理规范请节重大 适用法律之见解不得就为法官个案评鉴之事有 宣读完毕 现在表决明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 明党团要求记明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64人反对24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30条 遭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 敬明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8人赞成64人反对24人弃权0人 赞成者多数第30条 遭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进行第31条请宣读条文 委员周春明等提案第31条 司法院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合 其结果应对待公开 评合结果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 司法院应前项评合结果 发现法官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另一第35条 规定立即以赴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 第一项评合之标准项目方式 及评合结果之公开方式范围 由司法院依法官评鉴委员会意见定之 文尤美女等提案第31条 法官评鉴委员会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鉴 其结果应对待公开并送交司法院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 经全面评鉴结果发现 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评鉴委员会应立即进行个案评鉴 司法院应第一项全面评鉴结果发现 法官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应依第35条规定 以赴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 第一项全面评鉴之标准项目 及方式由法官评鉴委员会定职 全面评鉴结果之公开方式与范围一同 经民党党团提案第31条 司法院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合 评合结果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 司法院应前项评合结果发现 法官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应依第35条规定以赴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 第一项评合之标准应包含案件处理能力 领导运作能力 综合社会理解力 其项目方式及公布办法 由司法院征集各界意见定之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31条删除 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第31条本条删除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31条 司法院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合 其结果应公开 评合结果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 司法院应前项评合结果 发现法官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应依第35条规定 以赴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 第一项评合之标准项目及方式 由司法院以法官评鉴委员会意见定之 时代力量党团再修正动议第31条 司法院应每三年至少一次完成法官全面评合 其结果应与公开 评合结果作为法官职务评定之参考 司法院应前项评合结果发现 法官有应付个案评鉴之室友者 应依第35条规定 以赴法官评鉴委员会进行个案评鉴 第一项评合之标准项目及方式 由司法院以法官评鉴委员会意见定之 宣读完毕 现在一登记顺序发言 第一位请吴志阳委员发言并截止登记 主席各位同仁 这一条其实原来各个党团跟委员的提案 都是把原来的条文 有这个全面评合 它是不公开的 现在要把它做公开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修法 那不但要公开 那公开以后呢 它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去移赴 这个个案的评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整的设计 那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个司法院的版本 后来把这一条给删除 我们看到它删除的理由是说 限制对于法官整体表现的评价 可以透过每年实施的职务平定制度为之 他认为这个三年才进行一次的全面平和 对这个整体提升整体司法品质的注意有限 那事实上我们觉得 对于法官的这个评鉴 还有淘汰不识任法官的退场机制 我觉得越健全越好 虽然我们现在有加很多所谓的个案评鉴 全部的评鉴 全面平和 但是我觉得原来的这个 如果不妨碍这些运作的话 这是多一个管道 让法官知道 他的行为 他的判决 是有受到监督的 也让民众有更多的诚情的机会 因为他必须现在要改成公开 改成公开 让这些法官有被再次检视监督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更完整 所以不应该有因为有个案的评鉴 就把这个案子认为说是没有必要 所以本习赞成 时代力量党团在修正动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做法 不应该因为其他的制度建立以后 把原来有的制度把它废掉 而且不但要保留 而且要把原来不公开的平和结果 把它公开 这个才符合公开透明的原则 以上 接着请段仪康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这个条文 原来的31条 那么这个民主地方党团 要求把原来有的这个全面平和 其实是可以废止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法官评鉴制度 已经建立了个案评鉴之后 这个全面平和其实是没有必要 那么本来的这个 对于法官和检察官的全面平和制度 本来包括在立法院审查预算的时候 那么也引起诸多的议论 那么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成效不彰 我想本院委员像我这样 曾经因为这个作为诉讼当事人 那么三年一次的这个平和 拿到问卷的可能不多 那么这个问卷在第二次的 也就是前年的 三年一次的全面平和 第二次 司法院特别委托了中央研究院做了一个这个评估 那么发现成效非常非常的差 其实花了好大的力气 好大的资源 但其实效果是非常有限 中央研究院对于第二次的这个法官全面平和 做成106年第二次各级法院法官平和研究成果报告书 里面有评语而且总体评价为负面 而且有阐述负面具体事实的只有127件 那么其实在个案评鉴这个实施之后 包括这个诉讼的这个当事人 可以对于法官具体的表现 那么提出评鉴的要求之后 这个饱受批评的全面平和 其实是应该可以取消 那么对于我们对于诉讼当事人的保障 对于法官淘汰不适任的法官 已经有这种个案评鉴制度建立之后 过去的实验性的这种全面平和 这过去曾经被视为是司法改革的一大步 在经过实验之后 发现其实成效不张 在这个阶在下一个阶段 其实就已经可以取消了 所以民主金负党党团在这边主张 把这个全面平和的这个条文就可以拿掉 谢谢 接着请黄国昌委员 主席本院委员 2011年修正通过了法官法 我在大体讨论的时候说过 被民间社会评价成是一个不及格的法官法 过去这几年的实践 印证了这样子的评论 一点都不冤枉 当时通过了这个50分的法官法 其中一个饱受强烈批判的 就是全面平和制度 沦为司法院内部的黑箱平和 成效不会好 法官法施行了以后 到目前为止 每三年做的全面平和 法官做了两次 检察官做了两次 全面平和的制度 是要跟个案评鉴 紧密相连的 希望借由全面平和 筛选挑出 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 送进个案评鉴 但是过去这六年 两次全面平和 不管是在法官还是在检察官 送个案评鉴的人数 全部都是零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才引发 不管是在立法院审议的时候 还是社会上面讨论的时候 认为这个全面平和 形同虚设 刚刚段委员其实说的很好 如果是维持现在 全面平和机制的做法的话 干脆不要浪费钱 把它废掉 但问题是 你如果要把它 就这样子废掉的话 那你本来应该要有的功能 要怎么样去实践它 到底是司法院过去的 全面平和做的有问题 刚刚段委员所引的 的确就是按照司法院 现在做的方法 它去做成效评估 我以前中研院的同事们 做出来的成效评估 就是很糟糕 但问题是 我们到底是要改革 去改进 全面平和的方式 还是把它全面废掉 要把全面平和 废掉 在一个前提下 我赞成 要充实 要强化 个案评鉴的功能 把个案评鉴的大门 给打开 我们在2011年 那个时候 法官法修正的时候 怎么样打开 个案评鉴的大门 就是防美国法 任何的人民 都可以申请个案评鉴 不是只有限于当事人 跟犯罪被害的人 任何的人都可以 申请个案评鉴 跟只有当事人 还有犯罪被害的人 可以申请个案评鉴 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等一下 我会进一步的说明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有一在个案评鉴的门 根本没有打开 到今天为止 中期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现在表决是在力量党团 再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是在力量党团 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考试结果 出席93人 赞成29人 反对64人 弃全0人 暂成者少数 实在力量党团 再修正的動議條文不通過 官媒兩團提議重複表決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表決結果 出席93人 贊成29人 反對64人 棄權0人 贊成則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民進黨黨團要求敬明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我們開始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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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表写结果 出席93人赞成64人反对29人弃全0人 赞成者多数第三十一条 照民进党党团再修正动议通过予以删除 报言会休息五分钟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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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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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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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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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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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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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